七八名壯漢合力把白色轿车往旁边抬 因为在发生车祸的两辆车中间 还夹着一名 汽车启事 好不容易脱困被放上长背板 这名骑士双腿开放性骨折 赶紧松衣治疗 不过这起车祸怎么发生的 时间往回到一点 当时这辆白色轿车 沿着松山路行驶 在新银路六段口 机车骑士先撞了上去 一旁的计程车也闪避不及发生碰撞 导致发生两辆汽车夹击骑士的事故 我可能是看到前面的号置 我觉得是绿的 你这边 对 因为我刚刚我一定是看前面的号置 因为我刚刚练了 不知道这边还有一个路口 声称视线混乱看错号置 通过图卡看得更清楚 15号凌晨1点05分 白色轿车疑似没有注意号置 直接行驶出路口 导致东西向的机车 和计程车直接撞上 骑士还遭到两车车头夹击 经过警方调查 当时因为工程单位正在施工 号置灯故障不亮 但警方提醒 还是应该要遵守路权概念 原则有几个 支線要让干道 然后少线要让多线 现场初步来看 自小刻要让机车以及计程车 少线道应该要礼让 多线道车辆先行 白色轿车因为没有遵守路权 恐怕得要负担较多的肇事责任 而遭到夹击的机车骑士 警察也没有驾照 这回不仅发生车祸 遭到夹击伤势严重 还得要多吃上一张 6000元的无照驾车罚单 记者 江明 刘世伟 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